苗栗县头份是桥上国小旁 苗124县高铁桥下的空地 经查是百年历史的新龙窑 还有横溢窑址 但是县府的环境改善工程 紧邻着这个地方 疑似监造单位联系不确实 结果怪手勿挖堆砌了水泥块 文石者忧心着文字会遭到破坏 而现在县府是暂时停工了 会跟地方来讨论之后再行施作 水泥块与废土对峙一旁 看似不起眼 里头却有大量装寡 陶片等扮演历史文物 头峰是斗焕坪地区 苗124县高铁桥下空地 是台湾已知最早的客家古窑址 但景邻的桥上国小通水步道 及周边环境改善计划 恐颇及到文化资产 因为动画怪手 这个椅子呢 它只有表层 差不多一两块砖 横表层 不是像一般的考古椅子 要挖到横里面 它是一个表层的椅子 只有一两块砖的厚度 绝对不能动到怪手 然后他说他们没有经费 那我就建议说 如果你们没有经费 你们在开工前 可不可以先通报我们 我们发动台湾 陶文化协会的会员 我们用手工的方式 我们做义工 我们来整理 然后告诉你 哪里不要动到 去年台湾陶文化协会 已向县府文官局 提报文资保存 当时工程已上网招标 审查建议施工方式 才填附40公分后的填土 再显示作 避免破坏遗址 又可随时采集研究 为了近日怪手进场 也没按照会议结果执行 令协会相当痛心 结果呢 这样子的会议记录呢 也招惊了 然后会议记录呢 也迟迟到上个礼拜 才给我们 然后呢 等到我昨天知道的时候 已经怪手 整个把它拉皮拉倒了 所以这个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我觉得整个苗栗 县政府都出问题了 就是完全没有 对于自己的文化 对于自己的文化资产 没有保护的意识跟概念 整个横向的联系 跟它的督导呢 都出问题了 县府水利处表示 工程预计在当地 进行地步工程 未涉及挖掘 尊重文字意见 目前暂时停工 后续会与地方 讨论厘清基地范围等 再行妥善的处理 请不吝点赞